本來是想要去那個山頸OLED 可是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要買東西 我後來就看到這一站就下車了 結果我就來到了林口長根醫院 我們眼前這個樹木很漂亮 這是細葉懶人樹 細葉懶人樹通常當行道樹都這樣 下面很筆直很筆直 三四公尺以上呢 再伸展出來 這樣就可以當一個雨傘一樣遮蔭 那這種行道樹從高處往下看也是很漂亮 我為什麼來到停車場 因為剛剛說要高處看樹 我們從四樓停車場這樣往下看 這細葉懶人樹還很美 哇這個停車場比住宅的view還好 你看這是我們他就是像這樣子 很像雨傘一樣 會有一個一個的一個面積這樣 然後所以他遮雨性應該還蠻不錯的 遮陰性也很好 這就是我今天來的林口長根醫院 台灣很經典的那種 我在那種很老的公園 你看過這種南洋山 南洋山是一種主幹非常筆直的樹木 我站在四樓 哇這個已經六樓高了 那這個地點是在林口長根醫院 他在這個地方有好幾顆南洋山 然後比較矮的翠綠色的話就是那個 細葉懶人 南洋山就是這種深綠色 我們好我有看到那個類似花果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很可愛很漂亮 山樹給的印象很像針葉樹 所以感覺他應該在比較中高海拔的地方 可是南洋山 南洋就是很熱的地方嘛 所以其實他可以在台灣平地生長得很好 在很多那種比較古色古香的公園 都可以看到這個 這裡是林口長根醫院的那個立體停車場 可以遠望到 你看這林口那邊 對面其實才是林口 這裡的行政區是在龜山 那這邊也有很多新的建築 下面是醫院的廢棄資源回收的地方 那裡好多 我們近一點來看這些林口的豪宅 這幾棟就在高速公路旁邊 所以如果你有開車或做國道 會經過會看到這幾棟超高大樓 林口長根好多棟大樓 這棟大樓旁邊都是南洋山 有沒有遠遠的那邊 整排都是 看到一棟构樹 這构樹是母的 你看他是開母花 所以有結果實 构式的果實可以吃耶 我不是沒吃過 這是年輕的果實 他會變成紅紅的才是拿來食用 對面是林口長根 隔著復興一路 我在這邊等公車看到這個 南北小吃 晚上肚子餓進去看看好了 那這裡有很多種台式小吃跟中式小吃 你看他有這種共同的座位 然後呢你就點了餐 然後就送來這邊給你吃 我後來選 因為第一次來嘛 就選一個很很常見的 就是滷肉飯肉跟燙青菜 那我下次再點不一樣的